好 但經過警方調查之後 大家就發現了 這個紅杏男子家是住在高雄 犯案前一天 他就搭車到台中 選擇投住距離捷運站不到十分鐘 車程的汽車旅館 嫌犯帶著三把刀 從水安宮站進站上車 下一站就是每天進出人次 超過一萬人的市政府站 僅僅現在也正在擴大調查監視器 還有他的手機通聯 要追查他犯案之前的行進路線 還有他是怎麼樣準備這些凶器 選擇這些站點 研判他是不是預謀犯案 遲刀砍人的二十歲 紅杏嫌犯在警員的介護下送上救護車 他哭著不斷大喊這句話 紅杏嫌犯表情痛苦 不斷哀嚎 我不想死 雙手被上銬送進急診室 台中市長盧秀彥說 他早在前一天就從高雄北上台中 準備犯案 嫌犯提早一天來到台中 就近住在西屯區的汽車旅館 距離捷運站不到十分鐘的車程 市政府站進出人次 每天超過一萬人 前一站就是水安宮站 是否成為嫌犯作案的目標 警方正在釐清 嫌犯來到離汽車旅館最近的水安宮站 他身上還帶了三把刀 接著他搭上前往市政府方向的列車 警方在嫌犯的手提袋裡面 找到作案用的兩把水果刀和一把菜刀 這些刀具究竟是從高雄帶上來的 還是來台中才隨機購買 目前都在釐清 另外警方也擴大調閱監視器 以及手機定位 要罪出嫌犯犯案的軌跡 華視新聞 林健鋒 張春風 SH小組 台中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